第十二题 将24680五个数字分别填入图中五个圈圈中 使得直行的三个数跟横列的三个数字 它的数字和相等 请问中央这个圈圈不能填入下列哪个数字 中央的圆圈圈 我们假设用星星来表示好了 好 请看一下 它要符合一个条件 也就是说直列的 直列的 这三个数字加起来 要等于直行的三个数字 要等于横列的三个数字加起来 好 我们分别给它一个代号 比较好说明 假设直行的这两个叫做AB 还有中间是星星 那右边呢 横列的呢 左右两个呢 都是叫做C跟D 那题目上讲说 直行A加 这个中间这个数字 再加B 直行三个数字和 会等于横列的三个数字和 会等于横列的三个数字和 C加中间这个数字 再加D 直行的数字和等于横列的数字和 好 这时候呢 你就发现说 这个左右两边的都有中间这个数字就消掉了 也就是说呢 上下加起来 要等于左右加起来 上下加起来等于左右加起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分析一下 题目的这个四个选项 第一个 如果说图中央的数字 这个星星的数字 如果是2 可以吗 如果星星是2的话呢 那其他呢 就是4 6 8 10 那我们必须要拆成两组 使得这两组呢 数字和一样 那一个摆上下 一组摆上下 另外一组摆左右 很明显的我们就可以知道 我们可以拆成一组 4跟10 另外呢 6跟8 4加10等于6跟8 这可以 第一种情况是可以的 如果中央的数字填2 那是OK的 就是上下可能填4跟10 左右填6跟8 这样加起来都是14 这可以的 第二种情况 如果中央的数字是6 可以吗 如果中央数字是6的话 其他四个数字叫做2 4 8 10 那可不可以拆成两组 数字和一样呢 可以 2跟10加起来 还有4跟8加起来 都是12 2加10 等于4加8 都是12 这个可以 第三个选项 如果中央的数字 这个星星 这是8 可以吗 那如果中央的数字 是星星的话 其他 剩下还没排进去的 上下左右的数字 是2 4 6 跟10 那这样子的话呢 可不可以拆成两组 让这两组数字和一样呢 我们发现 不管你怎么拆 都没有办法拆成两组数字和一样 所以第三个选项是错的 第一个第二个对 第三个错 第四个 如果呢 中间这个星星 等于10 可以吗 如果这个星星等于10 你剩下四个数字是 2 4 6 8 可不可以拆成两组呢 数字和一样呢 可以 2加8 等于4加6 所以D这个选项 是对的 那 这一题呢 他要选不能 也就是要选错的 所以答案选 C 这个选项